美国金船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电信骇客攻击 传出一个名叫炎台风的中国大陆骇客组织 潜伏在美国电信系统超过一年 专门监视美国资深国家安全官员的电话、简讯 连总统当选人川普跟副总统当选人范斯的通讯也被掌握 英国一名负责国安事务的大臣麦费登 指控俄罗斯对支持乌克兰的国家 加大网络攻击力道 打电话、传简讯 现代人的生活和电信紧紧相扣 中国大陆骇客看准这一点对美国电信公司下手 白宫高级官员近日和电信高层碰头 因美国面临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电信骇客攻击 官方和业者商讨要如何防范 与会人士甚至点名幕后黑手就是一个叫炎台风的中国大陆骇客组织 能监听部分通话甚至部分未加密的简讯 炎台风的野心可不止局限在监视 美国资深国家安全官员 包括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 副总统当选人范斯在内 他们的通讯恐怕都遭到炎台风一一掌握 被定伤的部分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 FBI和相关官员指出 炎台风甚至取得一份美国司法部正在监控的电话号码亲册 这可能让中国大陆知道美国已掌握哪些中国间谍名单 炎台风被指出和中国大陆国安部关系紧密 已潜伏在美国电信网络超过一年 习近平在立马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影响层面大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指出 总统拜登上周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碰面时 甚至和习近平开门见山的讨论这件事 但拒绝公开详情 川普总统第一任期最显著的是来自俄罗斯的骇客威胁 2021年由上台的拜登政府继承此一威胁 2025年轮到新上台的川普 要再因应中国大陆骇客威胁 但专家直言要围堵却有难度 同一时间美国指控 一名佛州的59岁前美国电信公司员工李平 应向中国大陆政府提供感兴趣的内容 包括中国大陆异议人士 民运人士 法轮功成员 和美国非政府组织的相关讯息 25号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 这正在显示中国网络间谍活动无处不在 因期警惕的恐怕还有俄罗斯 看看25号英国伦敦登场的NATO网络安全会议 厂上这名负责英国国安事务的大臣麦费登 指控俄罗斯以对支持乌克兰的国家 加大网络攻击力道 面对俄罗斯在网络这一块异常的激进和鲁莽 他表示英国和盟友不会因此停止支持乌克兰 呼吁NATO成员国团结一致 共同在新AI军武竞赛中保持领先地位 他同时宣布英国将成立一个 AI安全研究实验室 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网络威胁 让西方国家不敢大意 就怕有朝一日遭到全面渗透 TBI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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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